台东地区每年六月底到八月底暑假期间 各部落都会办理碎石记忆活动 许多旅居在外的族人朋友 也都会返乡参与众幽盛事 不过受到武汉肺炎疫情影响 泰玛里乡金轮村这几天和村内干部 及各家族传统领袖讨论 为了在地族人的健康着想 决意停办今年的小米收获季 因为毕竟金轮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市通八达 交通便利 观光客 游客有很多的地方 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 到时候的游客的到来 或者是旅外的族人 他们在外面接触到的人流比较多 那我们很难去控制 金轮村长进一步提到 要中断祭典确实很挣扎 决意过程也有人提出 将活动延至八月或九月举行 但就算疫情趋缓 也无法保证病毒已消失 因此决定取消传统祭典活动 明年再安心扩大举办 当然每年都是期待 这个一年一四的 小米风收剂 当然会期待 可是没办法 这次的病情严重 所以导致现在的人 都不想叫部落的人回来 要挺办是不好 延后是可以 看那个情势 等明年 等疫情都过去了 明年再办 大家再安安心心的 放心的 再去扩大办理 这个收货祭的活动 大家基本上百分之百 都是提出是停止办理 金伦村拥有多数排湾族人 以及部分阿美族人 村内包含阿美族 共有五大家族传统领袖 也是台东第一个正式宣布 停办收货祭的村专 对此至于台东县 其他部落的 岁石济市府停办会延期 台东县原民处表示 23号会召集各乡正式公所来宴议 原事新闻误解 台东泰玛里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